这可不是这么玩的 您把这当弹球了 这可不是弹球 这可比弹球高级多了 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锤丸 什么叫锤丸啊 这锤丸呀 是古代的一种运动 也算这是玩具 我们从考古发现 古代的锤丸一般都是 直径两厘米到六厘米的 这是两厘米多三厘米的 这种锤丸 怎么玩呢 就是古代的高尔夫 有这个洞 三五好友或者是亲戚小情侣 拿着这种球杆 打球 看谁进入这个洞里边 我们说他们叫球窝 进入球窝的球数多 用的杆数少 谁就是胜者 这种呢 兴在北宋时期 从北宋时期呢 老百姓们啊 吃完饭 三五好友 下了班 就约去玩这个锤丸 所以大伟呢 收到这些锤丸呢 也是非常高兴 这种锤丸呀 不仅是一种体育运动 还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体育活动的这种热爱和创新能力 特别是在宋朝的时期啊 与当时社会文化和皇帝的喜好啊 密切相关 你例如这个宋徽宗啊 就是写瘦金体那个宋徽宗 对锤丸的喜爱啊 使得这个运动呢 在宫廷和民间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发展 咱们现在看着跟弹球似的 在当今的社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玩的东西啊 娱乐设施 在古代没有 那么古人能想到这么一个娱乐设施 也是非常难得的事 我手里拿着这把锤丸 幻想着与古人在场上竞技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意境 所以呢 收到这些小玩意儿 大伟非常开心 您觉得怎么样